未经后多久可以吃东西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人医师 普通未经在做完以后两小时 可以喝点温水 可以吃流食拌流食 因为我们未经的时候呢 要吃口服的麻药 如果近时近水过早了 这个麻药的药效还没有过去 可能会引起呛咳 如果是无痛未经 比如患者打麻药睡着 然后做的这种无痛未经 那我们建议的话 进食时间会长一些 三到四小时以后再进食 如果呢 患者呢是在未经过程中取活检了 我们加取活检化验了 饮食进食时间再长一些 是四到六小时以后 再喝温水吃流食拌流食 还有一种情况 在做未经以后呢 发现胃部有吸肉 可能直接进行治疗了 这个时候呢 根据吸肉的大小 一般呢是进食24到48小时 然后呢再开始 进食流食 就是我们说的吸饭 一般会喝长一两天 再变成半流食 像稠一点的吸饭呀 或者软的龙须面 这种半流食在过渡 特别是做过活检 和取过吸肉的患者呢 我们进食同时呢 还要注意 就是一旦开始喝水了 那么就要同时 加用抑酸的药物 和保护育黏膜的药物 促进我们黏膜及早的愈合 我们下期再见